MING PAO TORONTO 玩透明風格玩到出名的Nothing 最近有出新手機 我手上這部Nothing Phone 2 除了網絡特別之餘 裏面其實還有一顆上年的旗艦級處理器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究竟新機用舊U是甚麼玩法 而它這次又有甚麼 gimmick 今集就會跟大家開箱試玩一下 這部Nothing Phone 2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們會繼續做不同類型的評測片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快點subscribe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旁邊的鐘 外型方面 Nothing Phone 2 大致沿用上一代的設計 但螢幕因為邊位窄了 所以size大了些 至於背面就改用了一塊曲面玻璃 邊位又有一點弧度 拿起來沒那麼介手 再加上今代部機比較薄 所以整體手感都不錯 挺好拿手的 值得一提的是 今次除了SIM卡針之外 連充電線都做透明的設計 真是挺有心思的 另外今年沒有了黑色可以選擇 取而代之的是我手上這隻深灰色 我自己覺得它看起來都挺帥氣 而且外面很少機會會出這種顏色 算是挺特別 雖然兩代設計好似 最Signature的透明機背 一樣展示到入面的結構和燈條 但細心看的話 可以見到燈條的形狀有點不同 沒有好像上代那樣全部連在一起 而是斬開了幾字 這個改動靚不靚呢 就見仁見智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新的電話零星配合之下 燈的組合和變化都多了不少 如果以上這幾隻零星你都不喜歡 覺得太誇張的話 今代還有多個很特別的Glyph Composer 讓你親自下手 剩下一個專屬的手機零星 入到這個位置可以見到有幾個不同的Preset 選好之後 入面都有五個聲效 而之後你要做的事 就像別人玩Launchpad那樣 不斷試試不同節奏和Combination 然後錄下一個Beat出來 Save做零星 說真的這個Composer 玩下去都真的挺過人的 而我自己研究了一會 都弄了幾段零星出來給大家聽聽 當年同上一代一樣 Glyph Interface 除了配合手機零星或 Notification 閃 提示用家有電話入或收到Message之外 亦都扮演指示燈的角色 例如充電時 下面這個錦炭號形象的燈就會亮著 告訴你機器在充電 和大概充了多少% 放耳機在機背充電時 中間這個環形燈都會亮著 讓你知道耳機在充電 而用Google Assistant時 錦炭號燈都會亮著 讓你知道機器聽到你說話 OK Google 今天天氣怎樣 預測觀塘今晚氣溫29度 天色良好 不過這些都是上代已經有的功能 而要數今代才有的 就是這個Progress Bra 它可以讓你設定了Timer之後 看看還有多久時間 又或者看外賣還有多久才到 因為這個功能有開放出來 讓其他開發者用 所以如果之後其他App肯更新的話 你甚至可以用它來看看車什麼時候到 或者是File還有多久才下載完 看完背後 現在就回到正面 講一下Nothing OS 初步上手的第一個感覺 是新OS的Nothing味重回不少 除了開機動畫之外 這堆新的Widgets Icon Pack Wallpaper 和這個打密碼的位置 都充滿了Nothing風格的點陣字 和黑白紅配色 至於使用體驗上 整個OS都依然保持原生Android的感覺 不會預載了一堆多餘的自家App 配合一些做得很User-friendly的細節位 好像是App icon和File可以放大 上面拉下來都會見到WiFi 和藍牙的Icon比較大 整個感覺都依然很不錯 講到這裏 我覺得今次Nothing花了更多心機 調整部機的一些細節 但賣點本身和上一代差不多 如果你本身喜歡調靜音或者震機 然後反轉部機擺放在桌上的話 這部機的確很適合你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這種的習慣 Nothing風的Feature對你來說都依然是一個Gimmit 加上他們的CEO CarlPay已經表示 Phone1在8月底就可以update最新的NothingOS 如果想玩剛剛提到的Feature 好像是Glyph Composer 其實接下來都可能在舊機上玩到 所以說回頭 今代Nothing Phone最值得留意的地方 可能就是部機的處理器 事關上代的Nothing Phone 用了Snapdragon 778G Plus 主打中價市場 但來到今代就用了一顆 畢竟好多的旗艦級處理器Snapdragon 8 Plus Gen1 單從規格和效能上來說 已經滿足到8-9成人的使用需要 雖然部份人可能執著 為何要用上年出的8 Plus Gen1 而不是最新的8 Gen2 但我自己反而覺得 兩顆U的差距不算很大 平時用都不會好feel到 如果用舊U可以壓低造價 令部機更加抵玩的話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但可惜的是 Nothing Phone 2的定價出道來比預期中高 12加256GB 賣5,499元 12加512GB 賣6,299元 對比一些上年推出用同一顆U 而且規格差不多的機器 更貴了一點 所以在這裏我會覺得 Phone 2更加像是一部Pro版的Phone 1 不是一般的換代升級 而兩部機各自都有不同的定位 不知大家有怎樣看Nothing Phone 2呢? 又會不會想我們做多一條深入評測 看看它的效能、攝力和續航力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有甚麼想我們試的都可以在下面說下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旁邊的鐘啦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